第四集 好玩的陷阱 这么好的天气 该做点什么坏事 又一个新的站门口了 狐狸先生 美味的大萝卜 宋言语 谁要和你 别客气 我再去那边看两个新的门 放肆的家伙 立刻把声给我消失 这又是什么情况 难不成 这又是兔子弄的一个洞 不对 这是一个大坑 这么深的一个大坑 不好好利用一下 简直不是我的性格 压上最后一个稻草 完美 一想到某个小动物 留打着 一下子就栽到大坑里 我还是有点小激动 就是这个大坑 狐狸做了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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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玩 不好玩 一点都不好玩 真没意思 呵呵 你在想什么 这个陷阱真的能抓住我们吗 要是我掉下去了 会是啵咚啵咚 还是咕咚咕咚 我想没有人真会去试吧 呵呵你在干什么 掉下去怎么办 不要担心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小乌龟 我一喊你就把绳子扔下来 现在你放心了吧 好多危险 好多危险 小叶鼠 快看 我没事 我就知道狐狸的陷阱不会成功的 看我来个深水炸弹 好多危险 快看 原来掉下去的声音是咕噜咕噜叮咣光光 可可 你没事吧 猴皮皮 你的发音不准 掉下来的声音应该是咕噜咕噜叮咚咚咚 看来这个坑也没什么稀奇的 小乌龟 小乌龟 把绳子扔下来吧 没叫你把两头都扔下来 我是八型动物 那是比较慢 你应该拿着绳子在这一头 是这样吗 是吧 可可可 可可 我帮你吧 好兄弟 瞧着吧 我这么聪明 当然有后备计划 比如说 比如说 可可 别想了 让我们来帮你吧 能够到吗 够着了 刚刚好 好 现在 我知道 现在就爬死 我是说你现在给我们生针 华哥 你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我还有计划 我们现在可以叠罗汉 我们不要被压点了 为什么最后能要在最上前 我力气最大 才能把你们拉出去 要是雀婶在 直接把绳子丢上去就好了 狐狸做了个陷阱 狐狸做了个陷阱 车来了 圈手 狐狸做了个陷阱 狐狸做了个陷阱 不要再说了 狐狸先生 anche小行 atz 太好 大家都在哪 我这个陷阱太成功了 那么你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应该如何出军 作为自身的陷阱艺术家逃生通道这种问题 当然 没有考虑过 天天天不回家 你又要老道哥没玩了 小燕鼠 看来我们再也不能一起玩了 喝什么 小燕鼠 小燕鼠 你怎么下来了 进来可就出不去了 难道你们都忘了 我会挖地道 你怎么不早说 他有很多计划 他说要自己想办法 我的最新计划就是我们齐心协力挖地道出去 我这个人不太擅长劳动 可不可以 这个陷阱是谁设计的 我就勉为其难干点活 开始 对 说干就干 跟上 注意脚下 对 不要偷了 快点 左手 对 跟上 走 我干什么 这个洹湖 蛇为你 我把你堵死了 我们要永远滚在这里了 谁要和你永远在一起了 我要回家 回家 不就是块大石头吗 谁也没想阻拦我 我要回家 这个石头好像 别乱碰 把肉都都回家了 要想有收获就要先努力 加油 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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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好吧 狐狸先生呢 狐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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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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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活着 狐狸先生 谢谢你的铁头工救了大家 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搞恶特剧了 猪狸 狸主 狐狸 好好玩 我们再玩一次吧 还是改天吧 玩 狐狸的陷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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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不要再说 狐狸